哈喽各位小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乐乐 欢迎收看咱们新的一期之物 当然就是2shuttle版本的冒险 上一期视频点赞投币收藏已经过了6000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今天就给大家来录一下新的流程 上一期视频观众的投票 哇你们都想看小镇骑兵是不是 看来我这个史实任务还真的是 不能那么快就打 史实任务还有这么多的是吧 那好大家既然想看小镇骑兵的话呢 我们今天就接着来更新这个新世界 不知道这个新世界是什么样子的 小镇骑兵我都没听说过 那好我们就来玩一玩吧 也希望大家多多点赞三连 点赞投币收藏总数过6000 接着更新下一期哦 这个小镇骑兵是什么意思啊 好我们首先可以看到地图场景 这卡怎么回事 这 诶 不不不不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小镇骑兵是什么什么意思啊 听你给我暂停一下 哼 我们慢慢来慢慢来讲一下 首先这个场景啊 是这个饼干草地 是中文版的612通节的场景 独特场景 他给他做到这个下头版里了 对吧 然后这个游戏刚开始 为什么卡片是传出在那样子传来的 还有这个倒计时是什么意思啊 small time 小小城镇 就小镇骑兵是吧 你你你这个 是是啥意思呢 然后一排这个 我这个我感觉我 足矢坚果枪我挡不住多少啊 我有点害怕 再来一类足矢坚果枪吧 你传送带为什么 给他好勤快啊 我的天呐 我我早知道拿 拿这个触摸玩了 我这个鼠标拖得累死人呐 哎呦我的天 玉米也有是吧 玉米也有 呃 足矢坚果枪 你看就就咬烂了 然后僵尸放的话 有恐龙 还有药水瓶 我的天 我我我把这个产了放玉米吧 还是玉米最好 我感觉玉米能定僵尸 小镇骑兵 难道僵尸全是给小鬼的意思吗 你小镇骑兵复活萝卜 我不需要复活萝卜 要什么复活萝卜 复活萝卜 顶多复个坚果枪 我坚果枪又没死呢 不需要不需要 这一关是要生存个两三分钟是吧 我已经感觉出来这个意思 有没有复要复活的啊 嗯 诶 这萝卜是复活的吗 按理了说萝卜不应该复活 诶 这萝卜会被僵尸咬吗 不会啊 不是 这是这是这是什么呀 这是这是这是啊 我感觉有点奇怪呀好怪呀 还剩30秒 真的 真的 我真的只要扛过去就可以了 放炮灰 放炮灰 放炮灰放炮灰 哇 我的天啊 完了我感觉我要扛不住了 再多来进滚枪 我说这边一坨的小鬼 完了 完了 还有14秒 啊 这么第一行业 啊 啊 没了 我 原来这第一关就这样子玩的是吗 马上还有40秒 我反而都是在这个40秒的时候打不过的 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很神奇 算好了是吧 到这个时候你就开始要撑不住了 来吧 疯狂中疯狂中 放炮灰 来嘛 不就是放炮灰吗 我炮灰多的要死 看他传说他源源不动 源源不断的炮灰呢 还有最后二十几秒 好 加油加油 加油 加油放炮灰 我这边 直接植物给你铲了 放进我墙 就可以了吗 你看我这次可能是这个 排击炮豌豆放多了 你看最后十秒的时候都没僵尸 我都不知道是为什么 感觉僵尸都被我打死了一样 你看最右边都没僵尸了 哇 我第二边我就降过了 强不强 过弯豆到寒冰豌豆 寒冰豌豆好像也没有什么用吧 哇 这么多花盆 这种完成 oh yeah 真的都是小鬼大作战 诶 怎么这是第六天啊 啥意思 哇 你这一上来的你这小鬼 嗯 哦 你看他们像柱子那样是吧 哇 我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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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小镇起名真的是小游戏官 诶 哇 我好喜欢啊 猩猩果 豌豆 多来点 多来点植物 多来点植物 呃 惨了惨了惨了 主动的我要放一列坚果墙 一列坚果墙 然后猩猩果 放一放 哇 小镇起兵这么有意思的吗 我猩猩果给这么多 还有远程植物吗 来个豌豆 OK 这边捡个素 好 舒服 哇 这个小鬼东西多了之后 咬我经过墙 一下子就咬没了 太离谱了吧 这边都是小僵尸 小僵尸太多了 小僵尸 数量多起来也真的是很可怕 这个经过墙 不要了不要了 惨了 再放一列猩猩果 是吧 然后 再来 继续放 这么多小鬼 你这小鬼吓人啊 来个建国墙 你觉得怎么样 应该还行啊 这边怎么还有墓碑啊 墓碑放 阻挡我这个 墓碑啊 影响我种植物了 这边 接着放 哦 我就感觉这个车车小鬼有点问题 这车车小鬼是拿橄榄球改的吧 哎呦 这好像真的是拿橄榄球改的 我的老天 他好硬 而且还能撞我植物 还能还能后撤 是吧 哇 你这个车子就就离了个大 还 还 还这个样子 哇我现在我这个阵容已经很怪了 不能那个了 小心小心 哦 机甲机甲的碎裂的声音 我已经听到了 他果然就是拿那个改的 最后一波我能不能打 能不能打 最后一波 重点星星 重点星星放起来 没错最后一波我又小飞车 我不怕 我的天哪 你这哪是小镇骑兵啊 你这不是小鬼骑兵啊 骑兵小鬼 害怕害怕别过来了 你再过来我就放车 哎呀我放车 这关卡就就离谱 不过非常的有意思 是不是啊 这关卡干啥 隐形石脑者啊 那我多带点击退就好了 我就猜他是隐形石脑者啊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第7天 不小镇骑兵 12345关去哪儿了呀 第一关刚刚打过了的话 咦 这就离了个大谱 好啦 博士都过来唱第一阶儿了 僵尸呢 好吧 肯定是隐形石脑者了 不是 这隐形石脑者 这我该怎么打呢 我只能开局 交一下这个 果然 散了两个小鬼残尸 我的天 125阳光 多种鼠尾草吧 鼠尾草啊 哦 变了 变 好 拆阳光了 哎 再来石蓝 我的天 居然有这么多 还好我有石蓝啊 直接给我打到一大波了 秀啊 现在这非常的安全 好 豌豆开始触发了 这边肯定都是小鬼要过来了 对不对 这边多放一放这些植物 很好 这些地方都非常的安全 不用太害怕 实在不行吗 秒杀类植物 我都有呢 根本不怕 阳光多高点是最重要的 啊 不不不不 你这咋就推起来了 滚 菠萝蜜 菠萝蜜怎么样 菠萝蜜有没有 赶尽杀绝 菠萝蜜 菠萝蜜应该是 起到了他的作用啊 菠萝蜜非常的有 正不愧是密地 对吧 这边我觉得可以来一发史难了 走起 多少个僵尸 哇塞 全是上面的僵尸 我这边植物都要种得满过去了 你僵尸再不来快一点 都最后一波了 这边僵尸真的是太逊了 对吧 哈哈 最后一波 交给石南就搞定了 冲啊 救 才发现都是美人鱼小鬼掌 开个加速 好了 是不是过了 最后一行 菠萝蜜 哦 听到没 是那个 机甲小鬼 是那个推的小鬼车 是吧 国关获得了星星 星星好像在这个沙特版本里表现一般般啊 哇 好家伙 小鬼小鬼 来真正的小鬼之王 最机甲小鬼了 然后植物的话 给了阳光 番茄和溺石草 挺好的 拖时间产阳光的东西 我突然想起来 上一期视频不是解锁了双枪石榴吗 还没怎么拿它在主力棺材里玩过呢 我们今天这一关 就来用这个双枪石榴当主力好了 不是 你上来就来 来这个机甲 你是认真的吗 你上来来机甲 你要我怎么打 完了我这鼠尾草冷却 一把阳光 阳光番茄搞它可能也不太行 只能石南了 我感觉我只能石南了 要不然我咋办啊 是吧 鼠尾草 估计也弄不了它 不信你们可以看一下 鼠尾草 来表演一下 弄得了它吧 我记得这玩意是处于机甲 你看啊 这鼠尾草我真的是服了 走走走走 好 哎呀 应该拖一点时间的 那可以搞一下它是吧 这个时间弄得不太好 来一把阳光 给我几个 一二三 赚了五十阳光 这就是阳光番茄的作用 所以说 僵尸一定要多 你种这个阳光番茄 反阳光才更划算 呃 其他植物 其他僵尸就这样打 然后我们的这个双枪十六 简介说它能击退 你能击退个鬼啊 滚 好 密地帅气 不 不是 这一关你就真的全来 机甲 哎 你你你 你是认真的啊 全是机甲 没事 我有这个呢 戳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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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 pase for himself 完了完了完了 開始傳說了 逆石草 逆石草 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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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草怎麼只能逆這麼一點點啊 我記得以前逆石草能全拼 啊 不是 這 這 先小推車吧 我只能小推車了啊 為什麼一下子會有這麼多的東西啊 還有雪人 欸 不太這麼玩了吧 欸 欸 這超過 招出來了吧 這麼多的雪人 爽呢 爽的是吧 黃瓜 來 崩 這就要炸的一個整整齊齊 好 趁現在 發展一下陣型 補充一下 你又來 呵 好傢伙 你來的都還挺勤快 那這一波該怎麼辦呢 炸彈也沒有 你說波羅蜜 他能滾死這個Z機甲嗎 我看一眼 啊好吧滾不死 我想多了 哈哈 然後我們要等這個黃瓜炸彈啊 黃瓜炸彈 也還行 後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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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小鬼都要過來了 該後撤的還是要後撤 害怕 黃瓜炸彈要好了嗎 黃瓜炸彈要好了 OK 現在情況並不緊急 這邊陽光多 番茄給一下 哇 好傢伙 這麼多陽光 這邊繼續變陽光 變陽光 給我變一下 中錯了 這個機甲的位置 不應該中這個鼠尾草的 是吧 OK了嗎 黃瓜可以崩一下 OK 非常的爽 第二波 成功打到第二波了 OK的啊 哎呀 我好像啊 過不了多久了 最後一波 給點炮灰植物 讓他們推一推好吧 能推嗎 哎呀 能推車 先後撤 要是我多給點炮灰的話 說不定就不推車了 是吧 逆屍草剛剛都冷卻要好了 最後一波 哎 你殭屍儘管來 你儘管來 儘管來 儘管來 來嘛 多來一點 多來一點 好 再見 哎 怎麼還漏了幾個殭屍啊 你是怎麼漏的 哎 我真的很好奇 你是怎麼漏了幾個殭屍 滾走 哎 為什麼沒有把他滾死啊 很神奇啊 OK 啊 這樣子就過了吧 這個第八天 居然是第八天 耶 一下子就點掉了 第八天我居然過了 耶 我拿了一堆的午餐盒 但是這個下毒0%午餐盒 好像什麼獎勵都沒有啊 都是那個雪人蹦出來的 是吧 哦 這個就是小鎮騎兵的地圖 是吧 我們這個地方 哎 不是 怎麼感覺有點bug呀 我們之前打了第一關 解鎖了寒冰射手 這個二 哎 這個植物 這個植物 變了洋獄 我之前 沒打過這些二三四關 南瓜頭 我有這些植物嗎 预風甘藍 我射出bug了呀 我這個圖鑑里沒有看到预風甘藍啊 我沒解鎖呀 為什麼他形式我解鎖了 完了 我怕不是出bug了 我真的就是打完第一關 解鎖寒冰射手 就給我直接跳到第六關 是吧 然後解鎖了星星 然後然後 都快過關了 這個世界 好傢伙 那我今天這期視頻的話 就先玩到這裡 這個世界居然有點解鎖 進入了bug 沒了個大鋪 那好 點贊圖 如果不就收藏過六千 接著給大家更新下一期 下一期給大家繼續來個投票 是打史詩任務 接受幸福 還是接著打這個小鬼奇兵 哈哈 好 那非常感謝大家收看 那我們下期視頻再見囉 大家拜拜